蜗牛看西游第2308期 本牵着蜗牛散布在往期文章中 蜗牛告诉过大家 五行山其实是压不住孙悟空的 真正缓用的是那张六字真言帖 证据有二 一 如来通过打赌 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 正准备收拾书包回家吃泡面 天鹏元帅过来让他不要走 玉帝要请吃午饭 如来欣然答应 喝得二麻二麻时 有人来报告 那猴子快出来了 五行山压不住他 如来从袖中拿出六字真言帖 让二尊这贴手 果然帖子往山顶上巨石上一放 五行山就收缩成一个铁筒一样 把孙悟空彻底困住 二 唐僧到了五行山 孙悟空告诉了放他出来的方法 只要把山顶铁子取下 他就能出来 唐僧爬到山顶 扯下铁子 孙悟空果然蹦了出来 那么这张铁子除了唐僧 至少有几个人能取下他呢 一 如来 铁子是如来放上去的 他只要高兴了 想什么时候取下 就什么时候取下 二 玉帝 玉帝是三界之主 他的法力连如来都很佩服 不管玉帝是亲自动手 还是吩咐如来取铁 都能轻易办到 三 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是大祖 无论是资历还是法力 都比如来厉害 所以 他只要想取下铁子 那还不容易 四 原始天尊 原始天尊是三界最厉害的高手 也是三清之首 法力比老君还厉害 在西游中几次露面 所以 他想取 肯定也没问题的 当然 三清之一的领宝天尊也可以 只是在西游中 他从未露过面 所以没算他 五 观音 在往期文章中 蜗牛就告诉过大家 其实这六字真言不是如来的 而是观音大事的 也就是说 这铁子的真正主人是观音 所以 观音取下他 轻而易举 不仅如此 他还差点就动手取下了 在原著第八回 他受领了前往东土寻找取经人任务后 先后在流沙河收了沙封 在福宁山收了八戒 然后来到了五行山 孙悟空流 朝内告诉他 在这里度日如年 从未有一个相知的来看他 希望观音把他放出来 观音对孙悟空是同情的 差点就动了侧眼之心 但是 最后还是没动手 只是告诉他 你放心 很快就会有人来救你的 观音为什么没动手呢 是怕如来 当然不是 在西游中 观音虽然是菩萨 但是是欺佛之师 地位非常高 如来也没吩咐过他不准取铁子 观音之所以不是先取铁 让孙悟空像八戒沙僧一样 在路上等唐僧 主要原因是 孙悟空个性太强了 难以管教 如果不把这个施恩的人 让给唐僧 孙悟空将更不会扶他管 所以 观音绝对是管理学高手 知道如何调动下属积极性 如何管理难管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